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手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手入竹笋 手指头挺直,有肉,不露骨,骨节不突出 跟竹笋一样,下面粗,上面细 整体修长,指节有肉圆润的人往往是富贵 不愁吃穿 如果自身的体型偏瘦,手指也同时消瘦有骨 那并不妨碍发达 也就是说体型跟手型相配 如果是体型偏瘦,手也偏瘦,这个不影响 我们看第二种 手软如棉,跟棉花一样的 手掌柔软如棉,捏起来有弹性,有肉感 细腻丰润,这样的人往往出身家庭优越 那么父母的助力非常的强,从小不为生机而发愁 此处是针对男性,我们说男,男人手掌如棉,女人手掌如僵 这才是好的一种手相特点 如果是女性需要柔中带刚,就是手如僵 但是不可过于柔软,那么女性的手相不能过于柔软 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三种 这个长色非常的红 这个长色鲜艳 鲜红如雪 那么这样的人呢 一生荣华富贵啊 不过要注意区分的是 这个血色啊 掌上的血色如果是特别鲜红 那么要注意区分 整体的长色还是部分的长色 只有是这个整体的长色才是准的 后者的话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有 有样啊 有这个健康方面有问题 一定要是整个手掌 非常的纤红啊 如果是有一部分 那么要看哪个部位 出现哪种症状 那么第四种呢 是掌中有黑质 也就是在掌心名堂的位置啊 出现黑质 一般都是吉祥 如果是质 比较饱满 黑亮啊 有光泽度非常高 并且呢这个这个症啊 整起来看起来是善症 那么则更加幸运啊 手掌钱财 能够抓钱啊 家世富贵可欺啊 如果是手背 那么不算太好啊 这个症啊 长在手心更好一点 好了 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